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人不干了 我为什么要请你找他呢 因为我今天想说说这个菲律宾 而他很多观众会记得 我以前你还没来的时候 我在节目里就曾经讲过一件事 当年在菲律宾截杀香港人质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香港出了一件事 就有个人写文章 在这个文章里就讲到菲律宾是用人之国 这是好像对菲律宾侮辱性的说法 当时引起菲律宾举国震怒 就要求这个人什么道歉呢 或者说禁止入境 好像菲律还游行抗议什么的 对 那个人是谁呢 罪魁祸首就是陶杰老师 今天可以反省一下吗 不好意思 当天我给特区政府给国家惹了一点麻烦 对不对 我当时我英文写这个专栏也是实话实说 我并没有说是侮辱什么菲律宾 我是嘲讽我自己 就是说香港的那些护佣菲律的人 不妨在家里挂个南中国海地图 给菲律上一课 就是这么点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告诉他们这个南沙群岛到底是属于哪个国家 然后叫菲律 就说三遍 南沙群岛是中国的 是中国的 是中国的 就这样 你在家里都这么压迫 当然我这个是个想象 是个喜剧的处境 结果没想到 那些菲律宾人可能就是 并不是太欣赏 这个叫英式幽默 他认为我在 就是说 忽悠他们全国人民的感情 于是在香港 就是六千费用 就出来抗议 后来我知道 原来是他们国会就快要大选 所以要找个 抓个什么替罪羊 你还别说 来就是说 煽动民族情绪 哦 要一个噱头 对 但是现在需要煽动一下中国的民族情绪 对这个事 小田 你们搞新闻的怎么注意到什么 有啊 这两天一直都有在关注 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太不能够接受了 对吧 这个执法太粗暴 那么虽然说这次这个受害的是台湾的渔民 但是呢 大陆这边回应也还是非常的迅速 及时明确的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而且呢 确实也是再一次的提醒 我们确实这个大陆和台湾两岸在互余方面确实应该是加强联合 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一个看法 我觉得就是说就跟这个人跟人之间交往一样 他跟你啊 真的不是一个频道 他不是一个频道 你知道菲律宾人的这个动作呀 你当时我们就知道香港截杀人质的时候 就是他们去救人质 包括那个警察什么门多萨 拿的那都是什么枪啊 你知道那都是M16 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专用的工具 拿大锤子才砸那个钢化玻璃 你这次打那个船 你一看就感觉啊 就是杀鸡烟用牛刀的这种啊 就是那个海巡啊 扫射呀 最后看很可能是机枪或者那种长枪啊 而且是追着渔船跑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这叫执法嘛 而且本来就是这种叫什么双重的这个经济海域啊 就根本就你们就是没有这个权利做这种事情的 而且是面对的手无寸铁的这个台湾渔民 怎么能这样 但是呢台湾人这话说回来 他们这一次也有他们的这种情绪 所以说这个受害者他的女儿啊就说 看来以后这个台湾的渔船啊 要挂五星红旗 嗯嗯嗯嗯 这话说的没错 是 因为2011年 嗯 你记得这个湄公河 对 有一帮毒枭 是 这个叫诺康是不是 好像是 也干掉了13个中国海员 嗯 这个犯案的地点是在缅甸泰国那边 结果怎么了 我们中国把这个凶手这帮人 把他要回来 对 在中国审判 然后判处死刑 罢宽人心 嗯 对不对 这就强国表现 嗯 他敢不教人吗 嗯 不过 这一次你马英九是不是应该叫 菲律宾 什么去道歉 道什么歉 72小时 他还真没道歉 把人送到台湾 啊 由台湾法院来审判 这个才跟两岸对等 对不对 对 这小马哥才算是 对啊 这个他们软弱无力 所以你不道歉的话 我们可能被迫要做出一些制裁措施 嗯 这么啰啰嗦嗦 其实 什么叫可能 对 什么叫被迫 嗯 所以台湾就用不起来 对 其实啊 这个穷不穷啊 我跟你说都用不着这个大陆 嗯 这个要真打起来啊 这个台湾海军呢 就把他收拾好几回 因为这个菲律宾呢 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啊 是一个太操的一个这么操的一个国家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那个空军司令 你知道你知道菲律宾的军力啊 嗯 基本上啊就是他们前几年刚买了一艘军舰 美国退役下来的二手的那个军舰 那现在是他们整个海军当中啊 最先进的一个军舰 但是实际上呢 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个巡防舰 基本上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海奸船 那是他们最强的 然后他们那个空军司令 他讲呢 说我们这个防空能力啊 很低了 是吧 说这个防卫我们领空的主要是教练机 你看他们都是教练机 然后说这个雷达听说雷达还不错 人眼就能看见的 雷达都能看得见 就这么一个水平 跟台湾的海军比起来 打的都没问题 怎么台湾怎么这么怕呢 怕是怕后面美国 怕美国干预 因为呢 美国跟菲律宾现在 你知道这个军事同盟的关系 真的要动手的话 要我小马哥 这事情你还要请示老八吗 这一个家庭的兄弟两个 就这样 你全来交往 打了再说 因为这个事情 即便要找美国老八出来评理 你说谁动手 而且像傅小姐说 这经济领海是双方可以共同步语 不过经济领海是 优先是菲律宾 并不是说 这个是你十二海里的 都完全主权的这个领海 而且这个杀人 这个枪打到脖子上 这个不是误杀 误杀 对 完全是认明目标 把人家给干掉 所以而且呢 还有一个 这个菲律宾 我为什么说跟咱不是一个频道的 就是他爱笑 你觉不觉得 因为我就说 看这个照片 很奇怪 他这个国家是不是见到人呢 因为我去印尼 是有这个感觉 就是从一下机场 确实是很容易对你 就说什么都是笑 是一种迟钝 还是一种什么 你看他这个政府发言人 这个咱们可以看照片 你来笑吧 这是说咱们这个渔民给打死的事 他在这儿去乐 然后还有当年的这个香港人被打死的时候 这是阿基诺三世有名的这个笑吗 到最后他说 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个笑面虎 我平常我就这个笑 是很奇怪 所以说我觉得我不知道啊 可能这样说呢 要政治不正确的 但是呢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就是几年前 陶杰老师写的那个文章的标题 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做这些是太多了 其实有共同特点的 我觉得就是亚洲的一个国家 能想到就是泰国 同样嘛 都是这个服务行业比较发达 泰国呢 它的标榜叫land of smile 微笑之乡 它是这个作为一个吸引旅客 但是这菲律宾呢 这个笑是有点莫名其妙 这莫名其妙 它有点这个拉丁呢 这种拉丁民族啊 这种 有一点这种无所谓的 这种啊 什么森巴跳舞啊 什么嘉年华会 那边过来 南美洲过来的影响 你说的对 你也说的对 就是一个是这个晕晕乎乎 再有一个是这个这个嘉年华会 你知道菲律宾 咱们听说最多的 就是爱闹军事政变 你知道菲律宾的军事政变是什么 就是一到军事政变的时候 老百姓啊 都跟过节似的 不是在家里躲着 全上广场上看热闹 然后那些当兵的也很自觉 啪啪啪就往天上放枪 一直等到电视台来了 然后当兵的 哇哇哇 说一下自己的诉求 然后缴械投降 出名了 没错 让我想起那个什么 委内瑞拉那边 他们那个 就纪念那个查维斯 查维斯死了 出去悼念的时候 到最后都成了一个大party了 就是那种 所以你看菲律宾 这不是我说他们 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学者讲 频道不一样 就说菲律宾这个国家是什么呢 在盲目当中跌跌撞撞 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 就是你看他竟出一些的这种 咱们说这不靠谱的事 这个总统府跟外交部对外表态 他都能不一样的 这是很奇怪的这么一个国家 我不知道 我觉得感觉上是不是这个国家 他这个多少还是像你讲的 就有一定的这种分裂 那他这个分裂呢 也是跟他这个在历史上 不管是精神层次上的 还是政治体制上的这种 外来品 搏来品太多了 有关系 你看他先后被那么多国家殖民过 最长的就是西班牙 然后之后又是美国 日本也占领过他 那么实际上要从人种上说的话 绝大部分是马来人 那又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吸收 这个中国的文化 所以说各种方方面面的 让他自己啊 有一点找不找北 混乱了你的意思 陶老师呢 您见得识过 菲律宾呢 它是这个南洋的里头 唯一一个就是说不属于南洋的国家 就是说它是一个国教 是天主教 这个东南亚不是佛教 就是伊斯兰教 这个是在东方本土的 但它那个是外来的 所以再加上三百多年 这个西班牙殖民 它这个血统 这个基因 弄进了一些拉丁美洲 第三 你看这个民族啊 你看那嘻嘻哈哈 莫名其妙 它有一股的童真 它长不大 思想不够成熟 那么小孩呢 最喜欢玩什么 手枪 啪啪啪啪啪啪啪 就这样 你知道吧 这种小孩没长大的心理 英文有一个名词叫 trigger happy 就是说有一种人 你千万不要让他碰到那个枪 拿到枪 他心里就痒 啪啪啪啪啪啪 就叫trigger happy 玩菲律宾很多人 就这种trigger happy 所以他无缘无故 他好玩 闹着好玩 看见那个渔船来了 他也没想到 这后果是什么 他这个解读有意思 这个幼稚的国家 枪枪塞人形广告 之后见 回忆柴动力 凤凰大事也 就是三十多年前 发生在南中国海一场 颇具戏剧性的海战 海战的双方 原本只想对峙 无心开战 所以直到战事结束 双方都各自脚械 对方无心恋战 这就是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海军遭遇的第一次 真枪实弹的战斗 西沙海战全纪录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泉 采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暖江 五井共酒 你看这个菲律宾 我是看了这个 找的几段文字 菲律宾你说这个腐败 是亚洲里边出了名的 而且你看到 就说在菲律宾 整个社会形成了 对腐败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文化 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造成整个道德水准的下降 以致社会上多数成员 都认为腐败合理 人们痛恨腐败 往往不是出于正义 而是出于嫉妒 然后说在菲律宾 他引进美式民主 所以这个选举 多数情况下都弄成儿戏 跟你说儿童话 闹剧 深刻的反映出 民众在屡屡遭受欺骗 善良的愿望 不断化为泡影后 已经出现了一种 深刻的幻灭感 和完事不公的心态 就是完事不公 这是一种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菲律宾人这有意思 他们就说 为了抗议腐败 恨得这大学生都裸体抗议了 整天闹这个 来说你再看下边 这个菲律宾的贫民窟 你这是哪 你知道吗小条 这是坟地 他们住在这个 就是这个放死人这个骨灰 还是在这个灯里 你再看下边 住在这坟地 你看这关在这个坟这儿吧 你再看下边 在这搭棚子住 但是呢 你看他这种民族文化 他在这个坟当中啊 他住在搭棚子住这儿 他还唱卡拉OK 整天 真是一种 但是这个我不知道 我感觉是不是跟他这个 天主教的文化又有关系了 就他们啊 真的是不忌讳这个的 他们包括这个新人结婚 还有意识的要走过这个坟场 你知道吗 好像要得到这种亡灵的福音一样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菲律宾人就玩那个 过一个什么节 复活节的时候 就一帮人在大街上 拿那个带刺的那个铁鞭子 抽打自己 打那鞭子 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着 还有那个 博钉十字架也有啊 拿着打钉子 把他就嘴边穿出来 那就是菲律宾嘛 因为他这种跟玻璃尼西亚这种民族 这早期那种这种啊 巫啊 巫属 有一点就是这里头那个巫属 萨满教的那种 萨满教 你跑到这个拉丽米就像墨西哥 你也看到这样 他为什么不怕这种坟墨什么 你记得看那个什么达芬奇密码 不好意思 我就想到那个达芬奇密码 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也有吗 就是自己编打自己的那种 鞭吃 对吧 天主教 自我惩罚 所以你看 他有时候这种民族的宗教 他西方来的天主教 又跟他本民族的一种 萨满教的东西 成了一种很奇异的东西 就有点像那个书写 好像不太匹配 最后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住那么大的坟呢 就跟闽南人有关 你跑到这个菲律宾 你去看 这个福建华侨 就挣了两个钱以后 死了以后 他那个坟是三层楼高的 一个王宫 一个别墅 那边就奇怪 就有这个传统 你去看那菲律宾 近江很多这种富商 死了以后 给自己修坟 他是个豪宅 然后他那个老婆 儿子 就在这个坟里头 就打麻将 然后开空调 有沙发 所以这个坟 跟那个宅 就阴宅 阴宅 这就是那种 但因为他钱多 你知道吧 把这个坟修得很阔系 这是菲律宾 华侨的一个特色 所以这个 这菲律宾人 他自己住 他看见闽南人间 他自己可能 没钱 这个菲律宾 华人最多的 还就是从福建那边 过去的 而且就说 你刚才讲 你说他这个飞用 这还真是 我跟你说 最近我 我请了个飞用 就是 我觉得 就我不能代表 飞用说话 但是至少 我从这飞用 我感觉到 比我原来 在这个大陆 找过的那个保姆 强太多了 你说他这个 国家不规矩 我怎么觉得 这个飞用 挺不错的 哎呦 你知道香港人 给飞用多小的一个 我就是放张床的 那么一个地方 这个我还以为 这飞用挺骚扰你 他不是啊 就是干活 干完活之后 你知道他不见了 他整天就在 他那个屋里待着 他都不出来 就是不打扰你的 这个主人家的 这个生活 而且我说 我晚上会是睡觉呢 就跑我门口 Good evening sir 这个玩 人家不用来这个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背心裤衩的 刚出了 我早醒的早 我七点就醒了嘛 我以为 我这自己也还转悠呢 Good morning sir 不能跑出来 哎 我觉得挺 所以为什么 他有名了 他好像挺有规矩的 这个飞用 伺候男人 嗯 伺候人的心 对 这飞用啊 很多在外面干活啊 他老 他家乡有人的 你知道吗 他都男人啊 就是靠那个老婆 汇回家乡的钱 然后在家乡 包小餐 对 飞里边也包啊 没错 当然包啊 我记得我是在 我是在 在中东某一个国家 有一次啊 就我们 就在一个机场 就转机的时候嘛 就没事 然后就说 去做个按摩 一进去啊 中东的某一个小国家 转机的时候 一进去 就来了一个 就面对微笑的 就很熟悉的微笑 就是菲律宾的 一个女孩 就给你按摩 然后就跟她聊天 就问她 你多久回去一次 她说我不回去 她说但是我很想念 我的儿子 我说那你跟你的 那个丈夫不见面吗 她说不用跟我见面 她那边有女朋友 然后我说 那她做什么工作 她不工作 她拿我的钱 见过有美德的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见 五根手指各有分工 也完美合作 第一档全媒体新闻节目 与您互动双赢 全球意见共享 四方搜罗 及时资讯 五大平台同步发送 最默契的配合 以沟通掌握趋势 全媒体资源 就此互通有无 全媒体全时空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陶先生您说 我觉得为什么有些冲突 我就说 他这个两边不是一个频道 你比如说对于一个 他自己都经常搞不定的 内部都搞不定的 这么一个国家 有时候 你不知道该怎么弄 是吧 你像菲律宾都到底什么情况 我上次看一个报纸上讲 那个时候跟中国闹黄岩岛 这菲律宾就能乱到 他自己都有的报纸 就是黄岩岛是中国领土 然后有个菲律宾人 跑到黄岩岛上去 那个时候我们以为 他是去宣誓主权的 后来说 他根本就不是 他是说 他跑到黄岩岛 是为了引起注意 你知道他呼吁什么 他呼吁 海上有海盗 有海盗 但是菲律宾的海军 他不管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那个海军 没汽油 就开不出去 他是因为这个事 要引起别人注意 我说一个 你说一个国家 都闹到这程度的 他这次不也是吗 就是他住那个 不是他自己说不道歉 然后他只表示遗憾 但是不道歉 那么然后 他住台湾的那个代表 以个人名义道歉了 道歉了没多久 回去了 他说我回去协助调查 回去投票 但实际上很有可能 也是来自国内的压力 所以就是 谁让你随便道歉的 赶紧回来 对对对 那边要取消道歉 你觉得他为什么 在道歉这问题上 这么样的变 口径凌乱 一盘闪杀 就是这样 各个部门之间 互不往来 缺乏沟通 嘻嘻哈哈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各个都是 做一天和尚 做一天钟 天生 这个人呢 天生乐观呢 是个优点 他乐观过头了 乐观过分的 完全不懂得 就是说 就考虑别人的感受 对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陶老师 可能会比较幼稚啊 你想 这个菲律宾 他跟台湾是没有这种 对等的外交关系的 对吧 那他跟中国 跟大陆这边是有的 那你说 如果他要这次 真的是道歉的话 这种外交对等的道歉 他应该向谁道歉呢 诶真是 是啊 他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交的吧 应该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啊 道歉 说为 就是说 吴义宗 就是说 枪杀了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省的渔民 而深感歉意 应该是这样 所以你在小马 跟你叫道歉 他没渠道跟你道歉 不是说 最近这个事情 台湾也是有个问题 有一个英国的父亲 英国的英国人呢 就英国人呢 就收养了一个 台湾的小女孩 就是说 结果这个台湾小女孩呢 要送回英国的时候 英国不让入境 因为英国呢 就是不承认 就是说台湾 作为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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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权的国家 对 所以他这个收养小孩 这个国家的名单上 就没有台湾这一份 对 所以呢 就结果就打官司 现在正在打官司 在这个问题上 英国就是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他这个程序上 或者是在书面表达上 美国就不是 美国就比较强硬 他这个所有的这些书面啊 什么的 他都标出来的 台湾 中国 是这样的 你说 你说美国 我就想起来 这个菲律宾 过去也是靠美国庇护的 但是呢 后来他们自己发起这个运动啊 要赶走美国人 在那个 美国那个就是航空母舰 住在一个好像叫苏比克港 赶走 赶走之后呢 你知道他们为了纪念这个12个议员发起的吗 就按这个手印 复项按这个手印 结果后来有几个议员就后悔了 认为自己当年不该把美国干动 自己晚上去把手印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牢冠文明启示录 手印 他这个民族 他就是这么一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